说回楼市的真相,我为什么一直坚持着发掘一些真相给大家呢?就是,你们在媒体谈的东西,未必真,最搞笑的一个,昨天我听到的,我的拍档蔡康年,有报道说蔡康年638万买了泰湖花园那个单位。 而我们在这里就不断说个楼市不行啊,楼市要爆啊,禁他又买,那为什么他这样啊?当然是个媒体有问题啦。 所以我经常说地产里面的报道,全部都是以我传我,或者无中生有,有部分无中生有,有部分夸大。 但是,楼市的真相,普通人你们看报纸是没办法得知,一个真相,一窥全炮,而加个楼市,你说短线我不总啊嘛?我就总给你看啦,去年试过一次,搞个小阳春,涌上去派货,但是推不高,就前年的低位就是去年的高位,去年的低位就今年的高位,这两三年总不总啊?总啊嘛? 你不要执着一脚挂啦,我看淡楼市,就看淡十几年错足十几年啦,起码这三年我没错先啦,蔡康年有没有买楼,即是说电视艺员蔡康年有没有买楼,我迟点说你知道,但是即是说,你可以这么说咯,我怎么信你那些媒体那个关于楼市的消息呢? 楼市真相,既然经常说我选点屁价楼,那我就选点破顶楼给你们做分析,第一样东西,在四月份居屋和公屋第二市场破顶个案,六单,全部破顶尺价破顶,好啊,不知为什么我第一个见到这个表, 是不是说给你听楼市好劲啊,是一路破顶啊,不好信那些屁价那些啊,那些是小数目的诈,整个过程,这个文宣是好劲啊,它一定要铺牌一个五六月,楼价大升,喷息上升重林的环境给你,目的是要你去买楼, 也都这么说,为什么那些留言出来,不外乎几个说法的,是啊,唱淡看淡留十年啊,一五年啊,朱姨此女啊,这样啦,就错了这么多年,肯有一次种,我听嘢呢就不同普通人,就这么听你真是令人觉得,这个人经常都错嫁不好信他,但是为什么画紧有一次中嫁好聂咩? 其实我又不是同人争叻,我常常都说,我叫人不好买楼,特别这几年月升,我就要更加叫,我要救人啊嘛,救得多少得多少啊嘛,所以我不是争话要认叻,给个手指公最叻个下,而是就是问题,为什么不断强调看了十几年实有一次种? 实有一次种你没得认叻,其实不是认叻,只是反应一样,我说给你听啦,你们你想下,如果在心理学角度,每人讲每一句说话背后都有一个动机,就是讲这句说话的人,心知楼市就爆,或者已经爆了, 所以就用这句说话,来到去误到人家不好信我,不好真是不买楼啊,怎么都要上车啊,他想要做这个效果,所以就一度强调,错足十年,现在实有一批种,其实已经暗地里反映到, 说那个人他已经心知个楼市要死,不过他一定要叫你们不要信我,要去买楼,合情合理的,那当然啦,是不是错足十年,看你用什么角度看啦,我只是知道,总之,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买楼的,都有些输的个案,就是这么简单, 而你看到啊那些破顶的,你想买这未必一定卖到,增多足少,那当然啦,另一个case,解释为什么破顶那些,全部是居屋供屋,为什么新楼二手楼那些,全部是要食药,你不觉得个问题好大吗,那当然啦,聊聊几得几间的破顶,不代表什么,腾讯升到上470,都还有很多人是470走去买, 腾讯是要跌价哦,跟着,那已经解释到啦,就是有人相信他还要上啊嘛,那些人为什么相信他还要上,因为他只是看到楼市好劲的消息,和最主要他们靠什么人,做盲公足呢,是靠地产界的人,地产界的人做盲公足,他们不容易被人,引导到看过楼市去升咯,这个就是最简单的道理, 不是要我画公仔画出场啊嘛,另外一个新闻,楼市又再升了,原来花都广场的业主但攻守,业主,人家客落了小定十万,他宁愿陪二万,都不卖,那这些几好,第一样东西,你陪二万博他有得升,即是博升很多啦, 那说真啊,如果你真是信之后会噴井色上升,你会是信了这样东西你才会赔定,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他肯收人十万元定卖给人呢,一个礼拜不是改变那么多啊嘛,他为什么早两个礼拜还要收人定啊, 是不是很多东西很不合理啊,如果你看他扎升的你怕卖平了的,你就不会收人定啦,收人定而赔定那时候涉及到就是赔十万而已,十万,这个广告,不是,这个报道,达到一个广告效果, 就很大,OK,跟着那句还厉害,上车客被人reject了,立刻加码三十五万买另一间,真是好心急,个市还不升,一定升,这些文宣都不够劲,再看一些,十三组客增住看楼,南天海岸宁价610万卖,当然是他开价啦,没得选,就卖还要有十三个客去选,选楼去抢, 其实有十三个客,我就不落610万卖啦,我起码带到630万啦,收拾多点好过啦,十三个客抢我为什么要开价卖呢,真是不明白,地产就说啦,由于单位开价吸引啦,放盘后一小时,超过十三组客增双看楼,真是自治亨窗,除本区客外,数组外区客更赶搭的士前来, 最终至少五组客,同时出价中在零以价下售出,赤价12440,多不多呢,12400几,南天海岸,东冲,不算太贵咯,同最高峰期比,真是减了,但是问题我真是不明白, 十三个客抢,怎样选一个客出来呢,又不明白,这篇报道呢,同我去年给一篇报道呢,五六组客围住在走廊,拍门啦,开门啦,我要买我要买, 怎知里面那个搞定一样,这些同剧一样,是令人不知想不相信楼价继续升呢,好了,我们看了好一方面啦, 答了彭个楼市要升那方面的报道啦,那我又看,另一方面,又是楼市真相,大陆客走老潮, 当然最大分别,大陆客走的那些放这就全部大价楼,不知香港有几多人可以够钱买啦,如果你说那些490尺买了600几万的, 如果能力可以的,可能可以把它整高点,都不顶价,这些豪宅啊,即是说2万多元尺啊那些, 很多真是砍价砍得多,三四成,所以你说啦,楼市是不是真是跌了两成三成呢,又是哦, 但是你说楼市是不是破顶,没跌呢,连升四个月呢,如果计那些,又是哦, 那么不是严重的思觉失调和分裂,所以,那么多样东西加加埋埋, 你自己用回你的逻辑,我只是揭一些大部分媒体,不会公开的真相, 给大家看,或者低调公开而实际情况,我可以讲得,如果在半山的旧些的楼, 讲着都是做着两万元一尺,那你东冲点值一万二千几一尺, 当然购买力那里,居屋供屋,二手,是容易些购买机,但是为什么不抽房储那些呢, 低市价一半,你求住嘞,难道你求赢吗,OK,你求赢, 那么就不好意思啦,我觉得你现在买房,一路下去几年都要输呀, 另外啦,是不是供不应求,有刚性需求,不是啦,又有统计啦, 香港物业报告2020,全港四万五千火雕空,有屋没人住, 所以为什么之前,前后呼应,地产商会禁经那个空置税, 真是买不到马迪楼,但是现在铺出来就,二手居屋又破顶啦哦, 楼市抢住去哦,那这两天开始啦,有些新盘里已经见排队啦, 排队啦,当然啦,茶楼门口都排队啦,你只要捏住他们, 不要那么多人上去迷下面排队啦,这些,是人都识的啦, 将军傲是重灾区啦,五千几个单位啦,其他那些, 四万几个单位,怎么存在供不应求, 刚性需求那些不讲呀,已经讲了很多次, 讲到口都臭,什么叫刚性需求呀,楼价反回合理水平就是刚性需求, 如果楼价是坚尼地的,就真是不是, 没了刚性需求,那这个呢就楼市真相, 你自己判断呀,我只是提供资料,提供的嘴, 那电视艺员蔡康年是不是真是买楼, 还是这个其实是个fake news, 没经过fact check的一个错误呢, 那你就上回去第一个报道那个媒体, 看一下他这个post还在不在咯, 我就通知了他们啦, 但是你除了他之外呢, 其他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那样, 很多媒体铺天盖地去转述, 那些呢,可能我没通知他们, 他们不知道,就继续keep住在那, 你就照看咯, 那你就认清楚香港媒体的真相, 他们怎么做事啦, 什么叫fact check啦, 这些就是以我传我, 皇帝的新衣啦, 这些东西的新衣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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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